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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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面积达一万两千多平方米 形成了由曹西门 放生池 宝林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 藏金阁等组成的南华禅寺建筑群格局 当年 虚云老和尚便曾在方丈室居住 古代寺院通常建在远离城市的山野 因此 寺院最外面的门楼便称之为山门 一般有三个门 一般有三个门 象征空 无相 无作三解脱 因此 山门也叫三门 南华禅寺历史悠久 依山傍水而建 与很多寺院不同 南华禅寺有两道山门 第一道山门称曹西门 又称头山门 宝林门 始建于明家境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五百三十四年 门连书 冬月第一宝刹 南宗无二法门 横批 宝林道场 南华禅寺大雄宝殿 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三百零六年 正面高耸素立着三尊大佛像 唯本师释迦牟尼佛 东方药师佛和西方阿弥陀佛 每尊佛像高达八点三一米 此外 大雄宝殿的四臂五百罗汉群像 形态生动传神 雕工洗炼 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南华禅寺最珍贵的文物 是为称作镇山之宝的六祖真身像 六祖惠能说法历生三十七年 得法赐四十三人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简称谈经 为六祖惠能演说弟子法海极鹿 这也是至今为止 唯一一部非由佛说而被尊为经的宝典 足见其地位之高 六祖惠呢 于唐玄宗先天二年 也就是公元七一三年元祭 随后唐代宗下诏 赐六祖真身像为国宝 如今供奉的六祖真身像 已恢复原貌 通高八十厘米 结家福而坐 虽历经千年 慧能大师依旧法相庄严 栩栩如生 神态安详 慈悲俯瞰云云众生 红传禅法 花开五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